Hello 大家好 現在我們身處的地方就是澳門的 在淡仔的美絲美高梅 今天我們就來這個叫做美高梅華園藝術展 你現在看到其實這個咖啡場平時就是 外面就沒有這些這麼漂亮的藝術品在這裏 現在我走出來和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藝術品 現在這個藝術品其實就是一位很著名的 中國藝術家就是馬文小姐 馬文小姐這個藝術作品其實通常都是很大型的 很有那種巨型和令人身處在藝術的作品裏面 因為這裡是有很多蟲蟲蟲蟲蟲的 好像整個叢林那樣的 我們這個就是馬文小姐的一個新的作品 在這個那裏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首先去看一下那邊 這個作品就是馬文小姐的推編無窮進 一個很大型的作品 一個很大型的作品 華園藝術民發展馬文小姐的 珍妮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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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這裏就是你見到一層一層都是用一些的 紙的藝術去做到一個好像草叢那樣的效果 現在這個見到就是白色 但你不要以為只有白色那麼簡單 大家跟我來 我們現在在這裏 在這個美思美高梅的中程裏面 我們就看一下馬文小姐這個推編無窮進的作品 她是多麼大型 她現在差不多是整個大堂 都是覆蓋了馬文小姐的作品 就算在天空上面那些好像雲那樣的東西 其實根據剛才我問馬文小姐 原來就是一些蝴蝶來的 你見到她都是有一種蝴蝶的那種狀態 好像一個蝴蝶那樣的樣子 另外就是你見到這裏就是比較冷色的色調 跟著開始見到這裏就有一些好像螢光色的 一些暖色的色調的作品在這裏 你見到這個就是一個暖色色調的 都是馬文小姐的那個作品來的 是吧 這個那個色調就比較暖色一些 然後開始就是來到好像一個 是一個晚間的叢林這樣的作品 是一個晚間的叢林 還有這個大型藝術展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我們作為參觀者 你已經見到我們可以很實際地走進去這個作品裏 讓我們好像身處在這個大型的作品裏 去感受一下它那個叢林的感覺 你進來後你真的覺得你自己好像入了一個叢林 是不是 你進來的叢林那裏 所有這些這樣的裝飾 還有如果我們現在在這邊 向外面看出去 上面都是那些紙 都是好像一種彩雲的感覺 而我們進來的藝術品裏面 都是看到這一樣的東西的 這個作品就是華人藝術家 馬文小姐的一個很大型的作品來的 這個就是美高梅華原藝術展的其中一個大型的作品 馬文小姐的一個作品來的 我們稍後再跟大家聊